我们来看这道题,考察的是不同种类的存储器的一些基本特点 这里需要周期刷新的,我们在教材中所学到的就是动态随机存储器 那么B选项虽然加了一个S,但是它依然是DRAM 并且观察一下四周,其他几个都是确认一定不需要刷新的 所以选项就选出来了 这里我们还是把它们的缩写都展开一下 静态随机存储器 前面这个S就是静态的意思 那这里加了一个S的动态随机存储器是啥呢? 它多加了这个S是同步的意思 它的基本原理还是动态随机存储器 只不过它的一些工作周期是跟CPU始终严格同步的 那后面两个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们就不展开了 还是复习一下基本的分类 主存主要就分成随机存储器和止读存储器两类 它们都是用随机存储的方式 应该叫做随机存储的方式 跟CPU进行交流的 其中静态的随机存储器是速度最快的 常用来作为高速缓存 动态的随机存储器 集成度相对要高一点 但是速度相对要慢一点 用来做内存 而这两种都是属于意识性的存储器 停电了之后就会丢失信息 它们两个的工作原理是有区别的 静态的是用触发器的原理来工作的 所以它可以提供两个稳定的状态 但是没电了之后信息还是会丢失 动态的是用电容充电的原理来存储信息的 即使在有电的情况下 里面的信息也会缓慢的流失 所以需要周期性的刷新 如果只有它们两个的话 计算机在开电上电之后开机之后 里面的内容全是空的 就没有办法工作 所以还需要有一类存储器 来提供最初始的一些内容 这就是止读存储器 它常用来存放一些固定普遍的程序 可以告诉计算机通电完之后要去干什么 那么这道题将解结束 感谢您的解除 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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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除